香港人一向懂食又懂食 不過現在英國人比香港人更加懂食 因他們已經懂食到食寵物食物的地步 即是貓糧、狗糧之類 是啊,你沒聽錯 英國因為遇上41年來最厲害的通脹 逼得民眾要跟寵物爭食 狗飯到 據英國獨立報等多家媒體報道 食品成本上升 迫使英國人購買寵物食物 加上電費太貴 部分民眾只能點著蠟燭加熱食物 一位卡迪夫食物銀行的負責人透露 社區內有人爆哭地向他哭訴生活苦況 這個負責人自己都對民眾食寵物食物 以及用蠟燭煮食都大震驚 更加感嘆這件事不應該是這樣的 現在是甚麼世界 因為俄烏衝突 歐洲和英國都一起遭殃 生活成本危機加劇 就連從事教育、醫療這些公共部門工作的人 都要被迫依賴食物銀行 你猜一群帶著全副身家 走去英國的手足生活會是怎樣呢 不知有沒有延續懂食食的好習慣呢 不過無論如何 希望他們頂住 千萬不要掛念香港 不要哭 你的手哭是沒用的 め兒 不喜歡 快一點 不喜歡 你要用打開 可洽 不喜歡 查 保媒奈 kob textile